吳佳佳讓我們心理方面會動搖 這是第一個 所以他剛剛有講到他在那邊配房子 各位自己去思考看看 可能不可能 如果今天吳佳佳不可能 他可能增加住個地方去 來打擊我們 大家去做研判 但 馮主委講的這個 我們並不是沒有考慮的 但當然我們除了考慮這以外 會歸罪有哪有陰謀 事實上我們軍中有很多內部管理問題 也要不斷地來檢討來精進 發生這些事情也非偶然 長期累下來以後 就代表我們的確在管理方面 或者隱無隱歸的落實方面 是有檢討的必要 所以我們這點我們心心來做一個檢討 至於有沒有其他陰謀論 這我們會納入考量 但假如可以防堵得當的話 那也就算陰謀他不能讓得逞 從這一方面去來努力 不通氣是為了防範 不通氣是為了讓降低 或把他送回來的難度嗎 講不通氣 其實說如果通氣的話 可能會增加他送回來的難度 我不曉得通氣 通氣是軍門地檢討的 我們已經把相關資料 承諾給這個金門的地檢討 他們也有他們的程序 要去做個了解 那相關人員都已經到島上去做一個確認 從有沒有什麼市政啊 來作為他發佈通氣 或者發佈這個 叛逃或怎麼樣 就由他們來做一個決定 但部長震怒之後相機就找到了 這個時間點 這個我要特別跟各位講 我們做的時候就很合理的 沒有什麼震怒 我今天早上我還跟海軍同學講 一碼歸一碼 平常大家那麼樣的心情的 在海上巡弋 做這些戰備警察軍這些工作 做應對 都很辛苦的 但這件事情發生了 我們要妥為處理 要合情 合理 到了 這樣處理的話一定合法 但不會講部長因為震怒他有什麼 不會的 那如果說到這種階層 震怒可以解決問題的話 那我每天震怒兩下就好了 不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我跟海軍同學特別請同學 要穩住 到目前為止我對他們都還蠻有信心 各軍種啊各軍種的司令 對他們平常的管理各方面都予以肯定的 那部長這個人會繼續再追查下去嗎 因為這個時間點太敏感也被質疑說 會不會有可能是有人要偷的軍械 我們一定要追 你不管哪怕槍擊找到了 但我要了解 那當時為什麼發生 好像講起來很簡單 哎呀當時遺漏掉 那遺漏 為什麼會遺漏 檢查的人 為什麼沒有盡到責任 這一定要追的啊 所以說 給大家一個公平合理的交代嘛 也對我們內部管理的話 也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範例 好不好 不只說陸軍報告欠了30萬 媒體爆料他可能有欠更多 甚至有玩手有課金課更多 所以這都是耳聞嘛 我們假如要處理有事情的話 一定要與法有據 或者的的確確 所以為什麼要起語講說 哎 要跟他當面 由他來講 你講了以後我們再核對 但這不是我們現在能做的 這法的單位啊 他們會去處理 那會不會對陳宇鎮委員說 因為他一直有轉述 或者是透露的方式說 可能就是跟財務有關 所以他才離營的 而且說他在離營的當天 其實有打電話回台灣 這邊軍方有掌握到嗎 沒有他當初好像有打電話給哪一個 我不瞭解了 這也在查 但好像是基欠的債務啊 多少錢 這他各有各的講法 那小兒的他家裡面 他父親有這樣的提 但我們不幫他說表述 其他額外的錢還有沒有 他家裡也沒有表達 我們也不能幫他下集了 可能很多方面 我們都要一步一步來釐清的 部長想問一下海軍槍機的部分的舊責啊 目前有預計的名單了嗎 目前我們把責任把它畫出來嘛 這個物品掉 是歸誰來管 它主管是誰 這個線我們先把它畫出來 我想我們任何樣事情出來的以後 我要歸就責任啦 要很合理 建制的是誰負責的 我們不會講一窩蜂的 這個單位全部或什麼樣 不會 一定要按部就班來做 好不好 我們會追到底的 那馮西潘主委說如果他連父母都不要的話 不要回來就算了 部長認同 這個因為馮主委以前我們老長官的話 他講話各方都會有依據啦 然後個人他不管做一個表達 個人看法我都並不會去否定他 沒個人表達嘛 有人講他行為舉止不好 家人教育如何如何 就個人表達 這我不做評論 我們很坦承面對把問題解決 好像社會大眾 當老我們有想說動不動道歉 我道歉一再強調對我的官兵 因為我們照顧官兵是我們的職責 官兵不管除了違法犯規的 或者有受到傷害 代表幹部沒有照顧好 我這一方面道歉 有些人把他變一個道歉部長 覺得講這種話有點缺德 我覺得講的有點缺德 好不好謝謝大家 謝謝部長